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今天咱再说个名人 东北王张作霖 这位上世纪初叱咤风云的人物 真可谓是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好 故事开讲前还是有请新来咱家做客的看官 先帮忙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支持我们频道啊 谢了 书归正本 张作霖 字 宇婷 小名 张老嘎的 1875年3月19日生于大清凤天省海城县的贫苦人家 父亲在他尚未成年的时候就被人打死了 寡母含辛茹苦 抚养他成人 他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从浪迹乡间的小混混成为凤天王 东北王最终坐上了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张作霖统治东北期间平定了北方的匪患 遏制了苏联和日本扩张的野心 大力发展工商业 使东北成为中国当时的重工业中心 他还重视教育 下力兴办东北大学 培养了大批人才 虽然他本身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 死后也备受争议 但仍不实为乱世英雄 迄今一些东北老人提起张大帅 还是尊敬有加呀 因为他从不糊弄老百姓 踏踏实实的为老乡做了不少实事 和没有多少文化却讲义重礼的张作霖相比 那些貌似受过高等教育却罔顾人民利益外加卖国的共党领导人 至少在三个方面 应该拿张作霖照照自己 首先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 共党的历届肥首都把骗老百姓当成家常便饭 可张作霖却说过多次 你糊弄老百姓 老百姓就糊弄你 到头来 老百姓反了 咱也就下台了 看来呢 张作霖是深谙古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礼 而且他身体力行 不糊弄百姓 1916年4月 张作霖当上了圣武将军兼奉天省长 上任一时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 用白话文形式告知了市民 一针剑鞋指出 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 他指出 要治理三件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 剿灭土匪 治理财政 整顿励志 边业银行开业 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两字 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 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率府大清楼建成之后 张作霖还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 写下四个大字 天理人心 让自己每天进院就能看见这四个字 据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历史中透露 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各位看官身处现代 哪个不熟悉共匪的土地财政路数啊 强拆拿地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 曾经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的科长以上官员讲话 他说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 其实我哪有多少钱呢 你们大家打听去 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 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 我他妈了个把子 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 我不能便宜外国人 过年三十那天晚上 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 我张作霖并没有睡觉 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唐院里祷告 我说 天呐 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 统一天下 救救老百姓啊 老天爷 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 赶快消灭那些坏蛋 我早早的统一中国 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 你们大家记着啊 我张作霖绝不做伤天害理 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百姓的事 各位听张大帅报了粗口 可人家公开宣称不伤天害理 是不是比南道女昌的共匪首脑忽悠屁民 撇一些不着调的套话屁话好听啊 试问 共党哪个头头有张作霖这样的胸怀 哪个真正把百姓放在头等位置 当今哪个匪首没在国外银行有存款 又有哪个匪没做过上对不起国家 下对不起百姓之事 不服可以拉出来溜溜啊 精卫分明了吧 其次呢 张帅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匪儿们照样不敌 1916年当上奉天王之后 张作霖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 学物为造就人才之所 振兴国家之机 关系最重 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 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 更无以希望 看大帅这文字 很实在 很正直啊 比那些喝不少墨水 甚至留发留鹅 最后只学到鹅爹颠覆政府 骗人之术的共党头头正经多了 不是吗 大帅是说干就干 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强普通教育 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 拨出装款发展职业教育 他还派人对全省的职业教育状况调查摸底 了解各地 究竟需要何种人才 何种职业最受欢迎 制定实施职业教育的标准 在张作霖的督促下 到1929年 全省的职业学校总数达到了45所 省力6所 县力39所 在校学生4798人 后来东北经济的良性发展 正有赖于如此雄厚的职业教育基础 1919年10月 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 由张作霖亲自过问 而制定出来的教育地方法规就有20多项 涉及教育行政 教育世道 教育经费 初级中级高等教育 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方面 对教育经费呢 张作霖更是训令各级部门要当作首要大师来抓 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 并以此考核各县知识的政绩 下令今后各县知识仍不实行办理 即以废迟学务论 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除了在地教育 张作霖还鼓励留学 史料在1917年到1925年8年之间 奉天一省就有留学生200多人 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 张作霖还下令对公费生增加学费的额度 生活困难的学生外加生活补贴 张作霖为马鼓励留学资金支持啊 您听大帅怎么吐槽的啊 近代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有数千人 以本省公费断绝 流离失所 衣食不及 国家送出这些学生 到外国陷入这种穷苦的样子 成何体统 国家的颜面何存 大帅是真金白银资助中国子弟 列位可能没忘共匪拿您的纳税钱资助黑非洲留学生 还配中国小妞的卖国丑闻吧 张作霖也是十分重视高等教育 大帅曾经对他的下属王永江说 我没读过书 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 所以呢 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身造的机会啊 明明 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啊 开学越快越好 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 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 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其实呢 张作霖也不是向他谦逊的没读过书 据记载 张作霖因为出身贫寒 幼时经常跑去私塾 偷听夫子讲课 私塾的夫子呢 看他这么好学 就免费让他上学 对他进行启蒙 后来张作霖从军拼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势力范围 成为东北王 不能不说 和他受过一些传统教育 有见识 有关系 也因此痛 他一成为东北王 就开始大力发展教育 不想东北老乡再吃自己没文化的亏 1923年4月26日 他创办了东北大学 张作霖曾经对下属说 国家若想富强 哪有不注重教育能成功的呢 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给出巨大资金支持 基建费用极达凤阳600万元 凤阳是当时东北发行的钱 1925年 占地500亩的新校舍建成 其规模之大 功能之全在国内首屈一指 除兴建的校舍外 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 拨款280万元 兴办大学工厂 这种大学设立附属工厂 顾及学生实习 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 也是当时国内大学的首创啊 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 这样整个校园面积高达900亩 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也数国内一流 藏书也十分丰富 据说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 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经费每年160万 人均为凤大洋800元 凤大洋是纸币和全国通用的银元货币单位统一 当时北京大学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 清华大学120万 为了吸引一流人才 东北大学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 高于国内几所知名大学 以教授为例 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 南开240元 东北大学则为360元 后期聘请的张世昭等名人竟高达800元 此外 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 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 教授们回北京探亲 还给报销往返路费 如此优厚的待遇 自然吸引了不少优秀人才 还有有意思的一景啊 每到孔子诞辰日 张所林必然换上长袍马褂 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工作医 说 我们是大老粗 什么都不懂 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 特地跑来感谢 您瞧 您瞧 这哪是大老粗啊 相比匪手煽动红卫兵小匪去屈腹挖孔子祖坟 还抛尸杨徽 干下令人百年发指的恶事 张大帅尊孔礼教的素养 甩出匪贡一百条街不止 其实还不是距离 完全是人鬼两界之分 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 东北大学已经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 教授三百人 学生三千人 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两千学生 有一位日本学者参观之后说 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 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啊 其教育水平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和张作霖的大手笔比比 如今共党肥手 每年对中国教育投入经费几多啊 寒碜的都说不出口 一天到晚还舔大脸对中华民族后代失学儿童 骗幸福 共党头头应当向张作霖学习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张作霖遵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义人勇 据说呢 他家庙里供的是官国 大帅曾经说 你做马贼 土匪都无关紧要 但千万不能做汉奸 那是死后留骂名的 看苏联在东北扩张 张作霖是高度警惕 并且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予以打击 对和苏联勾结合谋叛乱的共党 张作霖是毫不手软 比如我们七十大官第45集就说过共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 就是因为叛国罪被大帅领导的北京政府判处急刑绞死的 虽然张作霖图谋发展 曾经和日本人虚与尾仪 但在关键时刻仍然保持着对国家的忠诚 不向日本人妥协 最终导致自己被日军导演黄孤屯事件炸死了 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张作霖对日本人的根本态度 北伐战争时期 他儿子张学良从前线回来 因为战况不利嘛 他劝老爹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了 大帅不听 张学良说 日本人盼着我们打 别我们向前打 日本人抄了咱的后路啊 咱打不过日本人 要吃苦头的 没想到张作霖大怒 拍桌子吼道 我有三十万东北军 我才不怕日本鬼子 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 要想收拾他 我把辽宁各县的县长 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 三天就把他的铁路扒了 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吕顺 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 我怕什么日本鬼子 各位看官 什么叫家国大义 看看张作霖 张学良就没法看了 中国人崇尚老子英雄而好汉 说他儿子怂吧 日本人你怕 山沟沟里的共匪你怕啥 联合匪发动西安叛乱你倒不怂了 中国人民今天的苦难有他一份 对国家忠诚的张作霖 对朋友属下也很重义气 第一次直奉军阀战争中 奉系张作霖的败把子老兄张景慧 背后搞鬼 暗通直戏 导致张作霖兵败 张作霖这个气呀反复说 这还是我兄弟吗 后来张景慧的老母去世 他不敢回东北奔丧 张作霖便派人去北京传话给张景慧 大家都是兄弟 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把张景慧给大大的感动了 后悔自己背弃了兄弟不够意思 还有个故事 张作霖最初和马贼前辈冯德林合作 开始整挺好 后来老冯见张作霖越整越大 最后还掌握了奉天权力 就越来越反感 见了张作霖不是骂 就是挖苦 张作霖心里生气 却仍然后代冯 因为老冯当年对他有恩 张寻复辟的时候 冯德林起兵响应 反对张作霖 后来失败了 老冯被北洋政府收监于天津 按理说 你小子又骂我又起兵反我 今天你小子败了 换您会怎么做 出乎意料 张作霖不但没有落井下石 反而以奉军全体军官的名义 请求北洋政府释放冯德林 获得了总理段祺瑞的批示 由雨庭 侠肝义胆 准于释放 张作霖还任命冯德林为三陵都统 东三省巡月实属 军事顾问 您看 整个一个以德抱怨典范 但大帅的爱政也是有底线的 郭松林曾经是奉军的高级将领 老张的心腹 因为他能打人称关东第一猛将 也因为他做过张学良的教官 遂与少帅成为智友 张学良还被他称为第一门徒 不过呢 郭松林后来受直系冯玉祥的唆使 叛变反奉 指挥大帅最精锐的七万大军 是一路打回沈阳 大帅待他不薄啊 什么原因叛变呢 别的七七八八咱就不说了 最主要是他通了共 原来 郭松林的夫人韩淑秀 燕京大学毕业 和冯玉祥老婆李德全 这李德全听着耳熟吧 后来是匪共首任卫生部长 他俩是同学 感情好 过往密 这个时候 几人已经和匪共俄爹第三国际挂上了沟 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南和共产国际驻广州代表鲍罗廷是勾勾搭搭 苏联给逢军武器 共产国际在逢军中派顾问 早都不是秘密了 因为逢郭二人老婆又是闺蜜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 被老婆洗了脑的郭松林就和冯联络 要打倒张作霖 这是前因啊 郭松林最终战败 当晚呢 趁夜黑风高和太太韩淑秀一起 逃到新民东南的白旗铺附近 双双被奉军旅长王永青俘虏 借王沈阳受审 没想到呢12月25日押戒途中 刚到奉天省辽中县的老大房 王永青接到保安司令部总参议杨宇廷亲自下达的命令 就地正法 啪啪两枪 郭氏夫妇被处决 郭43岁 韩35岁 叛徒的尸首被运回沈阳 还在小荷样体育场 堕去双脚 曝尸三天 当时就有些人背地里骂张作霖残忍 就事论事啊 咱节目也不能表扬老张这么做 但却能因此看出张作霖 如此恨郭松林的缘故 大帅心说了 爷我如此真心实意对你 最强的兵都给了你带 你小子却在共党诱骗下起兵打我 你不仁 莫怪爷我不义 张作霖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种恩将仇报的小人 还有个小插段啊 郭夫妇死后 张学良是痛哭失声 机智昏倒 被老爹大骂 都是你交的好朋友 如果不是老兄弟 吴俊生帮忙 咱们父子哪有葬身之地 吴俊生是第五军军长 负责缝隙的后方防卫 他的部队打垮了郭松林 解了张作霖的危局 前面咱讲了大帅尊崇祖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四 最后咱再说说他的修身齐家 两件事可见一般 他和辩帅张勋的原因有故事 张勋在民国建立后 仍然忠于轻视 表现就是刻意不减发辩 故戳号辩帅 1917年张勋发动政变 拥戴宣统皇帝复辟失败了 早在日俄战争的时候 张作霖就结识了张勋 为了借助张勋的力量 张作霖把四女儿张淮清 取配给了张勋的儿子 张孟朝联姻 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呢 全国上下是痛批呀 还有消息说 张孟朝患有精神病 父亲失事后病情明显加重 张淮清的生母四夫人听说之后 劝丈夫张作霖了结了这门亲事算了 但张作霖不肯说 人家红火的时候 咱把女儿许了去 人家不行了 咱又毁婚 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在外边做人呢 虽坚持把女儿嫁给了张孟朝 此外呢 张作霖至家慎言 一切都按规矩赏罚分明 故事就更惊悚了 大帅六位夫人 八个儿子 六个女儿 三夫人 戴献玉的弟弟在大帅府当警卫 一天晚上出去游荡 用短枪射路灯耍戏 把一条马路上的灯全打灭了 电灯公司不干了 发现之后向帅府禀报 张作霖二话不说 下令毙了小舅子 卫队长以他是大帅的内地 而且罪不至死啊 就自作主张 只关了他禁闭 过了几天 大夫人趁老张心情好 为弟弟求情 张作霖这才知道 小舅子还活着 立马吼卫队长 你不立即枪毙他 我就立即枪毙你 事后张作霖对大夫人说 我实在是迫不得已 我不能私亲戚 以辜负家乡父老 那还有什么脸面智力政务呢 伤心的大夫人此后离家顿入佛门 张大帅的故事讲完了 有点长啊 谢谢各位听到底 和卖国求荣不讲忠义诚信 私欲至家的共党头头比 张作霖的为人 深得中国传统做人之精髓 这大概也是他能成就大业的原因之一吧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离座前请记得点赞留言啊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记得点赞留言啊